大家好,我是友誠國際移民顧問Amanda 原來靠照顧小朋友或長者都可以很輕鬆地移民加拿大 聯邦政府在2019年6月18日公布了一個全新的移民計劃 護理保護移民計劃 這個護理保護移民計劃是為了補充加拿大現在本地比較緊缺的行業 分別是Home Support Worker和Home Child Care Provider這兩個職業 而特別推出的一個計劃 其實護理保護移民是今年比較熱的一個題目 原因是它的申請要求並不是很高 其實很多加拿大的家庭都需要專門聘請護理人員 來照顧小朋友或長者 而這個試點計劃政府去年公布了 會暫時推行五年,每一年會給5500個quota 而每一個職位是給2750個quota 其實2750個quota一年都挺夠用的 它的申請要求都比較簡單 首先它沒有特別的年齡限制 但我們一般建議申請人最好是45歲以來 無論是男士或女士都可以申請的 而最重要是你要有相關的工作經驗 或者是有能力照顧到人 相關的工作經驗 其實譬如護工、護士或幼稚園老師這些職位 都非常適合申請的 但如果真的沒有這些相關工作經驗 我們也可以通過報讀一些加拿大的護理課程 去拿到這個加拿大的護工資格證書 去僱主應平 只要獲得僱主的聘請 你也是合乎資格去申請的 而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我們這些護工的證書 亦都可以通過網上收讀 大概讀五到六個月完成課程的話 我們都可以去申請這個計劃 在申請這個計劃的時候 我們都需要拿到加拿大僱主的一個 全職的一個job offer 但其實說回這個計劃的優勢 我們是不需要僱主先幫你申請LMIA 因為我們是直接跟聯邦那裡去申請移民先的 就不是單純申請一個工作簽證 只要我們拿到聯邦的這個工作簽證支持信 聯邦就會批一個三年的工作簽證給申請人 只要申請人過去做夠兩年的事 就可以即刻申請到PR 而這三年的工作簽證 同時配偶也可以拿到一個open work permit 陪著主申請人在本地自由工作 子女也可以一起去加拿大 享受這個免費教育 而這個計劃的學歷要求 就是高中以上的學歷一年 也就是大一或一些正村民憑課程畢業都可以 英語方面我們就需要有CRB5 也就是相當於LOS的5分就可以申請 整個申請過程我們會幫申請人 首先做job matching 幫你們找到一個合適的僱主 由於它是一個聯邦的項目 所以你可以自由地去選擇 我想去溫哥華或者多倫多或者是Alberta 或者是一些你喜歡的城市 我們會盡量根據你想去的城市 幫你去match一些適合你的僱主 我們前期都會跟申請人做一些評估 如果申請人的資格不夠 我們都會建議讀一個護工無理的課程 通過了僱主面試之後 你又考到LOS 學歷做到認證 我們就可以代交聯邦這個申請 聯邦這個護工保護移民的計劃 現在的申請周期預計就是 九到十個月左右的審批時間 這個移民申請其實相當於一個預審批 我們向聯邦申請了大概九到十個月 就會拿到一個批覆 如果是批准的話 我們就可以拿到一個三年的工作簽證 這三年裡面 你只需要在加拿大做夠兩年的事 我們就可以拿到封業卡 所以其實是一個頗穩固的項目 因為你申請之前 你已經知道 你有沒有機會拿到封業卡 而不是說我要去做夠兩年的事 再去申請移民 基本上整個周期 我們的預算就是大概三年 我們就應該可以拿到一個PR 好了 護理保姆移民計劃 我們自己總結出來 就是適合什麼人可以申請 譬如家庭主婦 他平時都是照顧開小孩 或者老人家 然後他又沒有一個很好的工作背景 去支持做一些一般的僱主擔保項目 然後他又想去加拿大陪著小孩讀書 同時有份工有收入 其實是挺適合去加拿大做這個護理保姆的 亦都有一些申請人 譬如你是從事護士 或者是幼稚園老師 或者是做護工 因為你本來就有這些相關的背景 那我們都知道 其實要去加拿大 直接考取一個護士的資格 是要求很高 你英文要很好 你也都要讀一些當地的課程 你才可以做到註冊護士 其實可以利用回 在加拿大做護理保姆的這兩年 或者三年的時間裡面 同時去進修 考到加拿大這個護士資格 當我們拿到PR的時候 亦都可以在加拿大做護士 所以這個計劃 亦都頗受一些醫護行業的人士歡迎 如果大家對聯邦保姆移民計劃 想進一步了解 可以預約我們的顧問一對一資訊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關於加拿大 或者其他國家的移民資訊 記得Like我們 和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或者關注我們的Facebook